这刚说完美国撤侨啊 雅兹必报 虽远必诛的战斗民族 过了三天都没做出 要对等撤侨的报复 这时候好不容易都跑到了美国 谁缺心眼会反俄的留言 都没来得及回复 现在又传来了 法国也要从莫斯科撤侨的消息 要知道 马克龙可原先 一直都是奇强魔弹观望派啊 这是要复刻一年前在乌克兰 组团撤离的节奏呢 难道现在的莫斯科 还真应了刘洛英的那首 后来初听不识取忠意 再听以示取忠人吗 大家好 今天是俄乌冲突第三百五十八天 再有八天呢 这战斗民族的闪电站 就整整闪了一年 眼看就要到周年庆了 战斗民族一边是高喊着 要无条件谈判 一边又悄悄开始了 大规模的反扑 本来是盘算着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没想到变成了两手空空 反而更被动 反扑不顺利 倒也合情合理 谈判悖剧 颜面扫地 也不算稀奇 只是美法这前后脚撤侨 这倒真有点出乎意料 这是乌克兰要反攻莫斯科 还是战斗民族 要对外国平民下手呢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 都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老朋友都知道 这第六次临政换帅之后 笑面虎格拉西莫夫 接替了末日将军苏洛维金 去年这十月份 征召的三十万新兵 按时间推算 差不多也应该陆续投入到前线了 自此战斗民族的战术 有了很大的不同 地面进攻取代了敌后轰炸 重新成为了战争的主轴 从乌东到乌南的大小战场 再次热闹了起来 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 顿尼斯科的要塞城市巴赫木特 乌克兰军方最新表示 俄军炮击的前线 十六个定居点 俄国防部说 已经向前线推进了数公里 但是无图无真相 也没有说明具体的位置 以上种种 是否说明乌克兰 面临这一场山雨欲来的大困难呢 毫无疑问 进入新年以来 整体的战局对乌军是很困难 只不过跟之前相比 现在的困难都是小题大做 俄罗斯出的题 乌克兰在借题发挥 有新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 俄罗斯大军再次压境这条新闻 主要是乌克兰这边说的 看起来它更像是一场舆论战 翻译一下 就是告诉华盛顿和北约 赶紧打钱赶紧支援 现在泽连斯基正在四处访问 如果局面真有这么困难 他还有闲心到处跑吗 公开消息 2月10日 乌克兰国防部正在向荷兰提出 援助F16战机的请求 而英国也已经确认 开始训练乌克兰使用 北约标准的武器平台 其中就包括现役的战斗机 而第一批德系王牌鲍二主战坦克 也计划是在三月份开赴前线 那么站在乌克兰的角度来看 在手中的武器 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 去跟俄军搞什么一寸伤和一寸血 那肯定是不划算的 乌克兰想要赢得最终的胜利 夺回早在前苏联 就已经承认属于自己的土地 靠的肯定不是战斗民族那样的人海战术 而是要彻底的摧毁敌人的战略意图 要击垮俄军的战争潜力 要从原先一支防守性的部队 全面转化成进攻性部队 这种转变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且也需要经受难度不小的考验 反观战斗民族呢 之前号称在战场上的闪电战 要击垮乌军 让其无条件投降 这一点呢早已无法实现 而后方经济是越来越拉垮 根据东方财富援引俄罗斯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一月份油气收入几乎减半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6% 而受军事采购的推动呢 政府支出较去年的同期反而上升了59%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 使俄罗斯一月份的财政赤字 已经高达1.76万亿卢布 按照今天卢布兑换0.0134美元的汇率 那就是赤字了250亿美金呢 达到了1998年以来 24年中的同期最高水平 已经占到了2023年全年预算赤字的60% 啥概念 就是再这么下去 裤腰带都得勒断了 还有接不开锅的风险 而更要命的是 根据参考消息援引的俄罗斯独立报网站 2月10日报道 进入2023年 俄罗斯人比2013年还穷了6.5% 也就是说收入倒退了10年 人们的收入在大幅下降 越过越苦 那怎么还有继续战争的民意基础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占 那战斗民族就不得不考虑要坐下来谈 可风水轮流转 出来混迟早要换 西方和乌克兰已经越来越不想谈 毕竟能动手 谁也不愿意再动作 何况也知道 北极熊吃尽肚子的东西 肯定不会心甘情愿的吐出来 所以战斗民族也就只有孤注一掷 再压上一波勒紧裤腰带的家庭 告诉对方 老子还能打 打他不是目的 而是逼对手谈判的手段 虽然不高明 但也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了 此时此刻客观的说 战斗民族不但有孤注一掷的疯狂 还不排除有全面唆哈的风险 所以没法撤侨也就顺理成章 只不过呀 光有没法撤侨力度还不够 如果另一个大国也能发出撤侨的警告 这事才能板上钉钉 毕竟三足鼎立嘛 所以下一个撤侨的会是谁呢 您觉得呢 我是定风波 下回咱们 接着说 在她可能会不能上钉 咱特 我 我 你 你 我 谢谢观看